大家好 現在是日頭來的 看到這邊這個顏色都知道 這個亮度 我搞邊科 又對著這隻鍋 因為我想做炒飯吃 我覺得炒飯這家東西 就是華人偉大的發明 現在開鍋 然後開火 開始燒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普通的肉碎炒飯 昨晚我蒸了一些肉餅 梅菜肉餅 本來想留下下午吃的 誰不知 我現在又不想吃白飯 有什麼好介紹 最佳的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 目非炒飯目熟 如何利用蒸好的肉碎 去炒飯 上次做的魚腥炒飯 都是用菜頭菜尾 不過上次高級的有蝦仁 這次呢 材料很簡單 隔晚的梅菜蒸肉餅 接著 一碗冷飯 已經冷了 接著 然後呢 雞蛋三隻 接著 今天買了一些新鮮的菜心 大概十兩左右 OK 切粗粒 大家看一下 切粗粒 OK 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切法 切粗粒 OK 行不行 好 基本上材料就這麼多 當然是炒飯 怎麼可以沒有蔥 大量的蔥 這些都是幾日前的蔥 來的 新不新鮮 再介紹一次 浪乾它 浪乾表面的水 然後做什麼 然後呢 就是 拿報紙包著它 在雪櫃打很多天都可以的 好 那我現在開始 啊 起鍋了 那燒了一陣鍋了 那現在下油 那 想炒飯好吃一點呢 當然是下什麼 豬油啦 這個不用問了 阿龜 OK 那我先拌勻它 因為如果不是瀝了底那些呢 啊 只是用面那些呢 又不夠味 用面那些 底那些瀝的那些 就很難處理的 好 啊 油呢 炒飯呢 嗯 都是那句啦 即是適量 現在呢 大家看到我不是給很多油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 加上這個菜 它會吸油的 蛋都會吸油的 OK 行不行 所以呢 油呢 是不可以少得的 好了 這個時候 炒飯就不用太熱的 那隻鍋 OK 好 這個是家庭式 懶人式的炒法 跟著之後 馬上撩爛蛋它 當它差不多 半熟了 跟著之後 我們馬上就要下飯了 飯呢 不用打散字的 等一下一邊炒一邊打散 那為什麼要半生熟的蛋呢 因為那些半生熟的蛋呢 就可以是 將那些蛋漿 部分的蛋漿 就可以包著飯的 然後就 壓它 這樣呢 我們既可以吃到蛋絲 但同時間呢 有些飯呢 就可以是 好似黃金炒飯 這樣 OK 那變成呢 我們的口感就可以很豐富的了 記住喔 那些蛋呢 是不可以 啊 即是不可以是 是 全熟才 放飯下去 而是等它 少少熟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 就這樣放飯下去 就達到了兩種的 不同的口感 好了這個時候 就下調味了 那少少鹽 那為什麼會少少鹽呢 因為那些豬肉鹹的 OK 有汁的 半匙鹽都夠了 跟著之後 糖啦 下糖呢 炒飯一定要下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下糖呢 那些飯呢 就會分開的了 那些冷飯 OK 那雞粉 弱量少它 弱量炒均勻它 跟著壓那些飯 哎 哎呀 那個爐老了 不停在這裡 四圍動 好 那 這樣呢 你下了糖之後呢 那些飯你會發覺 就很容易打散的 所以炒飯一定要下糖 你說糖是不是很多作用 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好 炒到差不多 那些飯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close shot 有一部份的飯 大家看不看到 是金黃色的 有一部份的飯 仍然是白色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先頭半生熟的時候 那些炒 就落 即是那些蛋 還未存熟的時候 就立刻呢 就落飯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部分的飯粒 就給蛋漿包住 就達到呢 這個高級炒飯 就是黃金炒飯的效果 但是呢 部份的飯呢 就仍然是白飯 OK 還有呢 又可以吃到蛋絲 明白嗎 大家 這個過程 所以千萬不要說懶 懶也有它的特色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肉餅 這個肉餅是鹹的 所以才有調味 大家記住 如果我們吃這個 拿些剩菜來炒飯呢 跟新鮮炒飯是不一樣的 OK 現在我把肉碎它 這裏呢 中間我又要講一下的 那你可以用新鮮肉碎 是不是 亦都可以用這個是 現在好像我這樣 隔夜的肉碎 是不是 即是已經蒸熟了肉碎 兩個炒飯不一樣 如果是生的肉碎的話 一定要先炒熟 然後才炒飯 OK 行不行 這裏特別是講一講的 那我盡快了 因為其實炒飯呢 就不需要很長時間 好了 這個時候就行了 跟著放菜 記住呢 菜呢 是不可以 又是一樣 不可以炒得太熟 不然就沒有了口感 我就很喜歡用菜心的 那當然大家可以高級一點 拿露筍 是吧 或者再次吸一些 拿這個芥蘭心 是吧 OK 記住 這些菜 炒飯的菜是不可以全熟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只是用菜管 還有菜心的 就沒有用很多的菜葉 那些都是截了出來的 因為這樣可以增加整夜飯的口感 那當然有少少浪費 但是吃到芥蘭菜也沒有浪費的 這個是平衡 平衡這個是 美味 吃口感 還有是 利用這個 是 正宋的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OK 這個時候呢 這道菜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不要以為要炒好久 一陣就可以了 因為我切粒呢 我是計算它那個 即是切粒那個厚度 是計算它那個 即是熟的程度 OK 那個時間 好了 現在放了蔥之後呢 就可以炒了 哇 很快有蔥香 一有蔥香出來呢 又是了 不要等它全熟 立刻下什麼呢 我們加廚呢 就下些豉油 OK 炒兩炒 哇 蔥香混和豉油 正 再加上豬油 很香 OK 所以呢 隔夜飯有隔夜飯的炒法 OK 炒完了 關火了 OK 啊 啊 那個賣相好不OK啊 啊 啊 有沒有吃肉啊 是不是啊 同常還炒得更漂亮 比上次那個魚腥炒飯 好 那 這樣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有口感啦 又有這個 啊 就是 不會浪費這個多餘的食物啦 是不是啊 又可以有好好味野味的感覺啦 OK 行不行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呢 就裝這個飯 給大家看一下個效果 誰為之一個好的炒飯 雖然我這個炒飯 未必是 就是大師傅級啊 但是都可以做到粒粒分明的 等等啊 就是呢 這個西式炒鑊呢 或者外國的炒鑊呢 跟中式炒鑊 加這個中式飯鏟 就是鑊鏟那個組合呢 真是差一點的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炒到粒粒分明啊 又有蛋絲 但是部分的飯又被蛋漿包裹著 那變成呢 我們這樣先頭我那個懶人的炒法呢 就可以是達到這個是兩種炒飯的效果 OK 黃金炒飯是高級一點啦 另外呢 就是普通炒飯有蛋絲食那種啦 OK 行不行 那大家看到呢 那些菜心是不是很青綠啊 剛剛熟的而已 不要過火不要貪心啊 不要以為這樣炒一炒就不熟的 OK 行不行 那和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飯是粒粒分明的 先頭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下了很多油啊 但是 你看到這飯 剛剛好的 沒有多餘油份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下油的時候 那個比例呢 是預了那些菜會吸油 預了那些蛋會吸油 那所以呢 真正在包裹著飯粒那些油份 就不多的 行不行 OK 那就記住了 那 那 我再重複一次 那個重點 第一 下蛋是先下蛋 下蛋之後馬上攪爛它 當它半生熟的時候 立即下飯 OK 這個是第一點 那可以做到兩種的口感 兩種效果 OK 行不行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炒飯要下糖 為什麼呢 下糖可以令到這些飯 會更加快速去分離 而是做到粒粒分明的效果 行不行 那當然你煮爛飯就沒辦法了 是不是 好了 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肉碎 那你新鮮的肉碎 還有我們現在熟了的肉碎 是兩樣處理的 兩種處理手法 如果是新鮮肉碎 就先煎了 如果是熟了的肉碎 就任由它直接放下去 就是了 炒飯熱它就可以了 OK 行不行 我這東西 梅菜肉碎 菜心炒飯 行不行 吸不吸引 正呀 我去開飯了 不說了 拜拜